人们都说南北朝在高中历史课本中的篇幅少 于是我找来了月路版的高中历史课本 确实少 在高中必修一里 南北朝的戏份只有这些 而我们高中时代 关于南北朝为数不多的记忆 孝文帝改革 则是在选修一 古代历史上的改革第五课中 如今回看课本时 会发现课本中对孝文帝的改革 是肯定其积极意义的 但对改革的弊端却没有提及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 如今很多人忽视的孝文帝改革原因 在课本中则是以大字正文的形式明确指出 还在小字部分举例说明 正如此前在解读萧衍时所说 人民在百年乱世中所产生的种种迫切需求 使得统治者需要不断拿出新的方案来应对 正确的方案会让王朝的统治得以延续 相反则会被历史洪流所推翻 直至出现能提供解决方案的新时代 历史才会继续向前发展 而在当时的整个东亚地区 文明发展程度最高的 便是未尽以来延续至南朝的政治体系 目前它正处在寒门刚有崛起苗头 世家门阀仍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阶段 因此自由便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在其认知范围内所能学习到最先进的封建王朝模板 便是未尽门法体制 以上是我们理解和评价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基础 只有站在古人的视角才能理解古人的行为逻辑 看到古人的历史局限性 拓跋宏是北魏宪文帝拓跋宏的长子 出生于公元467年 三岁时便被册立为太子 按照北魏子贵母死的制度 拓跋宏的生母李夫人被赐死 而拓跋宏则由冯太后抚养长大 公元471年时 逐渐成长起来的县文帝拓跋宏与冯太后争权 最终决定以退为进 善为个年仅五岁的拓跋宏 自己则以太上皇的身份实际掌控大权 而冯太后则敬畏至太皇太后 失去了掌控朝权的法力支撑 但五年后 公元467年 北魏太上皇拓跋宏却离其死亡 冯太后以孝文帝年幼为由 临朝称制 再次将北魏最高权力握入手中 至公元490年 冯太后去世 已经23岁的孝文帝拓跋宏终于亲政 由于孝文帝自幼被冯太后抚养长大 因此二人的关系十分亲密 在冯太后的严格要求下 孝文帝积累了深厚的汉文化底蕴 思想上奉行儒家的治国理想 以先贤圣王为楷模 而这些都在以后的日子里 成为孝文帝改革的理论基础 从公元386年 拓跋规建立北魏政权 到公元490年 拓跋宏开始亲政 北魏王朝已经走过了105个年头 在这已逾百年的时间里 拓跋鲜碑由汉化程度很低的游牧部落 一跃成为要统治文明程度更高 人口基数更大的北方王朝 但其落后的部落联盟统治机器 根本无法满足这样的统治需求 因此 北魏的统治者们 本能地使用蛮力来镇压反抗者 同时也在不断学习中原封建王朝体制 拉拢北方的世家门法 从拓跋规时代模仿设立百官 到拓跋涛时代 在鲜卑旧部与汉人门法间 做制衡达人 都是北魏逐渐变化的过程 只是这样的缓慢进步 无法适配快速激增的社会需求 于是 到了孝文帝拓跋宏时 留给北魏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公元471年9月 青州高阳民封殿自号齐王 巨荡千余人周军讨灭之 东十月 卧野统湾二镇赤乐判 朔方民曹平原 召集不逞 破石楼堡杀军将 十一月 妖贼司马小军 聚众反于平陵 二年春正月 统湾镇湖民相率北判 二月 东部赤乐判奔如辱 连川赤乐某判 秋七月 光州民孙艳等 巨荡千余人判通刘裕 这仅仅是拓跋红继位头两年 所发生的判断 而据不完全统计 在拓跋红亲政前的一百云言里 北魏境内爆发的各族人民起义 就多达八十余字 北魏统治者对待各族百姓的野蛮压迫 以及国使之遇后 北方汉人门阀对拓跋鲜卑的抵触 积累到拓跋红在位时 已经成为北魏的社会主要矛盾 这不是简单的胡汉矛盾 而是其他各族与拓跋鲜卑的矛盾 在这样动荡的局势下 北魏农业基础备受打击 加之灾荒频发 又引发了流民问题 各族百姓的启示更加此起彼伏 不仅矛头直指拓跋权贵 还多次与南朝联合 依然成为北魏的复兴之患 这些尖锐的民族矛盾 迫使孝文帝必须完成 比前代更为彻底的改革 快速升级统治机器 才能挽救北魏的危局 不改可就要亡国了 此时的北魏 尽管在冯太后执政期间 推行了大量的改革政策 以三长制、军田制 代替原先的宗主都护制 修补了拓跋鲜卑 在基层治理和经济基础上的缺失 却没能改变北魏政权内部 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杂柔的 内朝鲜卑官职、外朝汉人官员的体系 在这样的政治模式下 上层鲜卑旧贵 常以私利为先、削弱皇权 占据人口多数的汉人门法 却无处一展报复 最终造成统治基础越来越小 因此 肖文帝要推行大道阔府的改革 第一步便要迁都 首先离开先卑势力深厚的平城 在中原文化的核心地带 洛阳 去除北魏身上的部落气息 脱胎成为 获得汉人门法及各族百姓支持 能够代替南朝文化地位的正统王朝 令魏朝起美于殷州 完成从游牧文明 向封建文明的跨越 此后 肖文帝在洛阳 开启了全方位的改革 一 禁止鲜卑语 改说汉语 二 禁穿胡服 改穿汉服 三 禁止鲜卑同性结婚的漏俗 鼓励与汉人同婚 四 废除鲜卑官制 一律改为未进官制 五 将鲜卑姓氏改为汉姓 移植未进门法体制 不过肖文帝之所以敢如此 一往直前地推动改革 一方面是他深受汉文化影响的结果 但更重要的另一方面 是他的改革顺应了一批统治阶层的需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一百余年的时间里 入住中原的拓拔鲜卑 也逐渐脱离了游牧的生产环境 融入了农耕经济 鲜卑国人从牧民转化为农民 鲜卑贵贵族由酋长 头领 转化为新的地方豪强 经济模式的转换 使得这部分鲜卑人的政治诉求 与汉人地方门法趋同 因此他们成为孝文帝改革的拥护者 封建时代的皇帝是地主阶级的代表 于是鲜卑新豪族与汉人门法利益诉求一致时 便诞生了改定姓氏 移植未进门法制度的土壤 改为汉姓的鲜卑部众 从此有了门帝高低之别 这固然会使得一部分鲜卑人 因沦为下品门帝而心生不满 但原本就处在统治阶层 或地位显赫的那批鲜卑人 在改定姓氏分明姓族后 仍然保持着上品门帝 进而在孝文帝的促进下 开始与汉族高门互相通婚 皇帝完成了儒家的治国理想 鲜卑新贵们巩固了自己的特权 而汉人门法因此回归统治阶级 满足了五湖乱华以来 北方世家高门在湖人统治下 一直期望的政治诉求 因此 北魏赢得了掌握国家基层组织 和经济命脉的汉人门法 对拓拔鲜卑政权的支持与政客 而以上三者的利益相容 也稀释了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 成功为北魏续命 从客观角度来讲 孝文帝的改革通过改定姓氏推崇门帝 模糊了北魏治下百姓间的民族之分 进而推动了北方各民族间的大融合 但事务都具有两面性 孝文帝的改革让北魏度过危机的同时 也为王朝带来了新的隐患 从迁都洛阳开始 拓拔鲜卑内部的分裂便已然显现 就连孝文帝的太子元勋 与众多平成勋贵都出现在了反对迁都 反对改变鲜卑救赎的阵营里 最终反对者在孝文帝的强硬姿态下 演变成为叛乱 虽然孝文帝将他们成功镇压 但经此之后 孝文帝也做出了妥协 允许不愿接受改革的鲜卑部族 留在北方就地 以换取他们不再反对改革 一来平成及以北的地区 自然环境恶劣 并非全部适合开垦农业 当大量转化为务农的鲜卑国人内迁后 守旧派将空闲的土地重新变为牧场 回归了游牧的救赎 二来 被为历大的改革措施 都没有将抵御柔然的北方六镇 从军阵变为周线 因此六镇仍然维持鲜卑早先的部落兵制 冯太后改革的三掌制 孝文帝改革的门阀制度 在这里根本没有推行 进而也导致了后期 当北魏队柔然持续保持优势后 六镇的地位急速下降 从军事立功的主战场 沦为罪犯的发配地 六镇官兵心中的机缘可想而知 于是 来自洛阳禁止胡府 鲜卑鱼等 一系列要求一封一俗的改革正定 在这里都失去了效力 他们内心抵触改革 激发出更为强烈的胡汉对立情绪 甚至使得北魏平成时代的汉化成果 悉数退化 相反 鲜卑化的倾向变得十分强烈 一些正融合于拓跋部的其他部组 以及束手北方六镇的汉人 都在这场反逆风潮中逐渐鲜卑化 这个问题一直持续到 孝文帝迁都洛阳23年后 最终 北魏孝明帝在诏书中 不得不承认了北方不服汉化的事实 但十日已久 孝文帝全盘移植门阀制度的恶果 越发明显 短短三十年 遍布了两进的后尘 上层统治阶级迅速腐化 穷奢极欲荒谜无度 至此 留守北方的鲜卑集团 与千居洛阳的鲜卑集团 彻底分道扬镳 知识改革及改革受益者 在迁往内地后名列高门 飞黄腾达 但其中 也有千居洛阳后 兴族较低的鲜卑部族 则只能在朝廷里 担任晋卫等五支 他们遭到汉人士族 和鲜卑贵族的联合压制 上升无望 日益不满 最终爆发 洛阳兵变 这一事件 彻底暴露出北魏的主要矛盾 已经由各族与鲜卑的民族矛盾 转移为上层世家门阀 与底层大众的阶级矛盾 成为北魏王朝 急需解决的新危机 但当面对新危机时 孝文帝之后的北魏统治者们 却没能交出新的答卷 于是 一场来自六镇的风暴 席卷北方 宣告了北魏王朝的终结 而这场风暴的余波 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影响南朝 将硝烟对世家门阀 抱有的幻想 一并击碎 时代要求进步 作为一名鲜卑人 孝文帝在推行改革时 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 禁止鲜卑旧俗 全面继承中原文化 因此被打上了鲜卑奸的标签 但这个标签 一是忽略了孝文帝改革 帮北魏续命的一面 二则是忽略了孝文帝的身份 是一名皇帝 北魏从部落联盟步入封建王朝 正如此后 宇文是从八诸国之一 到改朝称帝的过程一样 在皇权独尊面前 民族盟友都需要账簿 维护一人一姓的地位至尊 成为考虑问题的核心 只是北魏与北周之间 同样面对乱世提出的时代需求 前者选择模仿未尽旧体系 后者则在模仿的过程中 延伸出应对乱世需求的新方案 从而为脱胎于北周的隋王朝 统一天下攒下了根基 最后我们回顾北魏的这场改革 孝文帝结合自身的成长 学识以及人生理想 顺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选择了全面汉化 亦可称为全面封建化 使得北魏社会环境趋于平稳 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进步 有目共睹 更客观上推动了民族大融合 这些都是它的历史功绩 也是时至今至 历史学界对它的评价 暂许多余批评的原因 但时代的局限性 以及孝文帝对未尽门法体制 全盘引入 终究使北魏 再走上东晋的老路 爆发出严重的社会阶级矛盾 最后高层的失位素餐 与底层的结竿而起 而朱荣高欢的故事 不正是刘豫改朝换代的北方版吗 而在文化融合上 本应是主动大于被动 互相吸收的过程 但孝文帝却以强烈的形式 短时间大批量地要求 鲜卑人一风一俗 单向接收中原文化 操之过急的举措 加剧了鲜卑内部的分裂 更激升了极端的鲜卑民族主义者 在六阵起义过程中的反恨化情节 那么最后 通过本期解读孝文帝改革的内容 你会认为孝文帝的改革 是导致北魏最终走向灭亡的原因吗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如果没有孝文帝的改革 北魏早就亡了 而由他改革所产生的新问题 是后来的北魏统治阶层该去解决的 但他们没能解决 如以此归罪于前人是不公的 如果对此你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欢迎大家在视频评论区理性讨论 今天的我们回顾历史上的改革 应当站在古人的角度理解古人 再站在发展的角度收获历史的经验 不因义工而神化 不因遗物而纯黑 封建时代写了上千年的帝王家史 而这个系列名为解读 初中便是将一些人物请下神坛 洞悉他们身后真正推动历史的人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